武汉会战后 日军成功进战武汉 但此时日本发现他们陷入了他们一直想避免的持久战神烟 日军此时的选择是停下来 一面巩固占领区 一面采取局部攻势 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 寄望国民政府同意和谈 为此日军驻武汉的第十一军 试图对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发动一场战役 消灭当面的中国军队 日军认为中国第五战区包围中武汉的部队约有50个师 进攻宜昌 可给第五战区以沉重打击 而且宜昌又是进入四川的门户 据中国战时军事政治领导中枢重庆只有480公里 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 攻克宜昌 可给重庆及西南大后方以巨大威胁 有利于推进政治谋略 但攻克宜昌后是否保持对宜昌的长期占领 事先为作出决定 这时刚村宁次已经调走 第十一军司令官 由关东军第七师团长原部何一郎接任 为求达成上述任务 第十一军决心将其所属七个师团 四个旅团中尽可能多抽出主力投入进攻作战 中国派遣军也从长江下游 第十三军所属的第十五 第二十二师团各抽掉一个支队 相当于团 日军的支队完全是临时性的战役滇程 所辖兵力可多可少 作战任务可重可轻 一无证实番号 支队以部队长名字为代称 战役结束后随即归舰 共七个大队配属给第十一军 此外 还有第三飞行团 海军中国方面舰队 第一潜华舰队及第二联合航空队协同作战 参战兵力近十二万人 这样 早一会战就成了武汉会战以来 日军在正面战场所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 中国方面在1940年3月间就已获悉 日军第十一军有从信仰 武汉向了西北大举进攻的企图 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西进企图不在于占领泥昌或乡 凡 而是要在乡河以东的早阳一带 巡间第五战区主力 然后即行回撤 恢复战前态势 如同一年前的隋早会战一样 基于这一判断 4月17日蒋介石再次致电李宗人党 明确要求第五战区不要消极待敌 而应以一步积极行动 争取先机 袭扰日军后方 牵制与破坏日军西进 而致主力于湘河以东至大红山一带 伺机兼击西进或东退之日早已会战军主力 这也就是中国军队的战役指导方针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人 根据军事委员会指示制定作战计划 决心以一步取广正面 分路挺进日军后方 积极施行扰习 主力是以控制于后方 向机先发制人 与早阳以东获京、门、当、阳 以南地区与日军决战 中国参战兵力六个集团军 五十四个是约三十八万人 张自忠指挥的第三十三集团军 王转旭指挥的第二十九集团军 黄祈祥指挥的第十一集团军 孙连仲指挥的第二集团军 及厄东游击队 汤恩博指挥的第三十一集团军 孙震指挥的第二十二集团军 李品仙指挥的第二十一集团军 及大别山游击军 郭颤指挥的江防军司令 5月1日 日军开始进攻 企图以中间突破 两翼运回的战术 将第五战区主力围监于 白河东南早阳地区 5月7日 日军各路分别近战唐河 随洋殿和汪加急 对早阳形成包围态势 守军在各阵地进行抵抗后 及时转向外线 第八十四军第17三师在早阳附近掩护主力撤退时 遭优势日军围攻 损失惨重 师长终于牺牲 八日 日军占领早阳 但围坚守军主力的企图落空 随后 第五战区向日军展开反攻 对深入早阳周围地区的日军形成围攻之势 在北线 5月12日开始 第31集团军等部由东、南、北三面向正在繁城东北集结的日军第三师团 使本支队进行顽强的攻击 在南线 第五战区右集团总司令张自中率部东部汉水 禁告早阳以西地区堵截南撤日军 5月14日 张自中亲率第七四师 其九师及总部特务营与日军五千余人发生激战 5月16日晨 张自中部禁止移城东北贯子口地区 在敌猛烈炮火的轰尽下 被迫退至南瓜殿附近 其九师被临时调走 日军破议第五战区命令 掌握中国军队形势 何为张自中轻而易举 南瓜殿战意爆发 拥有两千人之余的七四师 根本不是日军对手 日军集中全力展开疯狂围攻 张自中数次重弹 中阴实力悬殊 第七四师和特务营伤亡殆尽 张自中壮烈殉国 七四师并非是以后国共内战时期的 中央军王牌部队七四师 而是原属于韩副举步 装备差 新兵多 战斗力极差 而且七四师原师长刚刚被撤 新师长还没有人选 内部矛盾重重 南瓜殿战意打响 不到半日七四师被打残 若不是张自中特务营督战 此师早已败逃 张自中将军自平津事件后 名声遭到非议 被国民骂为汉奸 此后他发誓 美战必血战到底 抱着必死之心杀敌报国 张自中在遗书中写道 要相信 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 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 绝不致亡于区区三岛窝奴之首 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 海不清石不烂 绝不半点改变 愿与朱棣共勉之 后从鲁南战场到徐州战场 立下了赫赫战功 特别是临翼一战 更是名震全国 作为一名集团军总司令 张自中将军战死疆场 这是抗日战争以来的第一人 张自中战死后 日军将他草草下葬 蒋介石命令必须夺回遗体 最终遗体被国军赶死队夺回 经过检查 张自中身上有八处伤口 有这样一种说法 当张自中遗体被运往重庆途中 路过一昌时 超过十万军民沿途送行 结果日军战机发现后 停止了空袭一天 5月28日 运送张自中遗体的轮船 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 蒋介石登船为张自中扶灵 附送灵就穿越重庆全城 并手书英列千秋晚点以资表彰 在报纸的宣传下 张自中的事迹逐渐家喻户晓 抗战军民被深深感动 日军在宇城东北地区反扑得逞后 乘机大局反击 第五战区部队退往白河以西 5月31日起 日军先后由襄阳东南 王家吉旧口镇西渡汗水 进攻宜昌 中国方面估计日军不会进攻宜昌 即使其有一步向襄和以西进攻 也只是洋洞 因而在第一阶段作战时 将担任河西守备的第33集团军 河江防军主力大步调往河东 以致河西兵力空虚 根本没有研究在河西作战的计划 不仅远安、南章等县没有设防 宜昌的防御兵力也很少 直到发现日军西渡汗水后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6月1日召开紧急会议 决定将第五战区部队区分为左、右两兵团 左兵团、湘河以东 由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人指挥第二、第二十二、第三十一集团军和第六八军 攻击香花路、京中路及汉一路日军后方 断其补给联络 并以有力部队向襄阳移成间攻击渡河日军 侧应右兵团作战 右兵团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城指挥 第33、第29集团军和江防军 以确保宜昌为主要任务 同时还决定第75、第94军火速从汉水以东赶回汉水以西归还将防军建制 但度和日军乘虚而入 推进很快 日军当晚即突破第41军防线 次日便进入襄阳 两个师团随即并灭向南攻击前进 进入第33集团军备后 压迫国军调转正面 由向东改为向北抵抗 中国军队仓促间陷入混乱 日军趁机猛击之 将33集团军各部予以各个击破 军委会见战况紧急 即令第31集团军 涮五个军南进追击 希望能牵制日军的行动 但战果不大 612日晚 陈城抵达万线 3日进入宜昌附近三游洞开设指挥所 并请准将其嫡系驻重庆整训的第18军紧急传议前线 担任宜昌守备任务 3日突破中国第33集团军防御后 第30团占领南章 第39师团占领宜城 4日夜 日军第13师团池田支队汉水支队又从中祥以南的旧口 沙阳附近强渡汉水 与第3第39师团对京门当阳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双方激战至6月8日 日军池田支队突破江防军第26军的阻击 占领沙市荆州 而后沿以沙公路从东南面逼近宜昌 9日 日军第三第39师团从东北面 第13师团从南面围攻当阳 激战一天 守军被击退 10日 日军向宜昌发起进攻 中国第18军两天前才到达宜昌 仓促部署防御 以第18师守城 以第199师配置于外围 日军以三个师团的兵力延续攻击 以战车部队突进 以上百架飞机疯狂扫射 守军兵力单薄 不敌日军的猛烈攻势 战至6月12日16时 日军攻占一昌 守军撤往附近山区 按照武汉会战后 大本营所确定的一般方针 每次作战 即使是经大本营批准的超越作战控制区域的作战 也只是给中国军队一次沉重打击 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 并不是要扩大占领区 因此 第11军在占领宜昌的当天就只是各师团 以达到此次作战目的 现决定立即整理部队 准备而后制机动 随后又命令各部队摧毁宜昌的军事设施 将无法携带的缴获物资予以销毁或抛进长江 准备返回 6月15日22时 正式下达了撤回汉水冬烂的命令 这样日军占领宜昌四天以后又陆续撤出 第18军于17日沉收复宜昌 本次会战中 在第11军发出撤退命令的前后 日本方面从前线司令官们到大本阳 对是否要确保占领宜昌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日军统帅部和中国派遣军中的许多人主张 确保对宜昌的占领 可给重庆政府以更大的威胁 有利于推进政治谋略 从而也就有利于及早解决中国问题 战略价值极大 此看法也打动了天皇 于是日军参谋本部于6月16日发出暂时确保宜昌的命令 期限暂定为一个月 于是日军第13师团在第30师团一步配合下 调转头来再次向宜昌突进 于6月17日下午重新占领宜昌 7月1日 日军大本营为弥补第11军扩大占领区后兵力之不足 将驻在黑龙江省加穆斯的第40团 从关东军序列中调出 列入第11军 并于7月13日下达了长期确保宜昌的命令 中国军队在日军重战宜昌后 继续对宜昌日军及其后方联络线进行反击 6月24日 蒋介石致电李宗人陈诚 训令 此为应付国际变化 保持国军战力 比利整训之目的 第五战区应急停止对宜昌攻击 此后 双方军队在宜昌、当阳、江陵、金门、中祥、隋县、信阳外媒之县形成对峙 早一会战就此结束 国民政府为巩卫重庆屏障四川 重设第六战区 1939年10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曾设第六战区 1940年4月撤销 以陈诚兼任司令长官 所辖部队有第33级团军 第29级团军 江防军 第18军党 防区为厄西、湖北、湘西、川东等地 这次会战 日军虽战有一昌 但并未解除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 也未能击溃第五战区的主力 日军伤亡1.1万余人 但是按日军第十一军的战暴显示 该会战日军伤亡仅约7000人 与之相较 中国军队承认的战损为 战亡36983人 失踪23000人 负伤50509人 伤亡高达总兵力的29% 此战再次暴露了中国军队的两个老问题 问题一 中国军队严重缺乏重火力支持 早一会战再一次显示了日军的战斗力远超当时的中国军队 中国军队极度缺乏重装备 坦克和火炮是双方差距最大的方面 日军11军军属战车团 下辖第7第13连队 日军一个战车连队有1000多人 拥有6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 还有野战重炮第6旅团 重炮旅团对于日本人来说已经是属于战略性质的部队了 一支标准的重炮旅团下设有两个重炮连队 一般野战重炮连队装备24门150毫米以上重榴弹炮或加农炮 当时中国战前购买的坦克几乎损失殆尽 装备苏制T-26的D-200师参加昆仑关战役后损失较大需要休整 中国军队的火炮数量很少 几乎无力与日本军队进行大规模的炮战 由于中国军队几乎没有有效的反坦克武器 抵抗不住日军坦克的冲击 日军坦克肆无忌惮 甚至冲入国军战壕 国军无奈只得在用赶死队帮助极数手榴弹上 用这种人弹炸日军坦克 中国军队重武器严重不够 只能靠人力应攻 打击力严重不足 以致再次上演 所以对日军第30团包围攻击 却无法将之全肩或重创的一幕 重武器的生产能力 是一个国家军工业的体现 这方面需要长期积累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问题二 中国军队执行力不高 缺乏有效配合 这个问题在历次会战中反复出现 各战区之间以及战区内各部队之间 缺乏积极主动的侧应 也是导致此次会战失利的重要原因 日军未遂行此次会战 从长江以南和长江下游抽掉了大批部队 也就是说 从第九第三战区当面抽走了大批部队 这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本来就很薄弱的守备力量 更加分散 第九第三战区如能乘此机会向当面日军发起强有力的攻势 必能收到较冬季攻势更大的战果 给第五战区已有力的侧应 但第九第三战区虽有所行动 却远不够积极 同样 在第五战区内 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也曾要求第21第29第31各集团军先发制敌 进攻日军后方 但这些训令发出后多位复诸实施 军事委员会和战区也未严格督察 应寻了事 同时越级指挥也很严重 张自中的第33集团军力量分散 被日寇逐一击破 第33集团军再历来战役中 兵力被削弱 早一会战之时 战斗力仍不到巅峰时期 此时最好的应敌之策就是集中有限兵力 形成优势对付日军 张自中战争前期率总部督战 与个部队联系已经构建 局势由此稳定 奈何第五战区多次越级下达错误命令 称敌军溃逃 要求主动出击 此时局势尚不明朗 这显然是扰乱指挥 张自中名义上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 事实上呢 归他指挥的也只有隶属于他本人的那些队伍 说白了只有第59军 同属于第33集团军的第77军 根本不听张自中的命令 张将军曾对不下说 也只有59军能打 77军看见日本人就跑 他胸中的心酸 我们从他的话中就可以体会到 因此整个中国军队指挥系统的低效 也是严重制约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一直到抗战结束 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